大家好,我是Felix 今天我們會做一個菜式叫租魯奶尿蝦 租魯奶尿蝦就是租魯海鮮的其中一款 一開始的時候,我們買完回來 它通常用冰浸給你 但其實那些冰很骯髒的,記得先洗一洗 我習慣用流水,沖一沖 然後隔了水,用鹽,灑上一點鹽,搓一搓 因為它本身的殼上面有很多骯髒的東西 最多洗幾次,兩、三次 租魯奶尿蝦本身的材料非常簡單 只有辣椒和租魯有兩樣東西 首先我們把辣椒切半 因人而異,有些人喜歡辣一點就多辣椒 有些人不喜歡辣就少辣椒 就算不下辣椒也可以 我喜歡辣一點,所以我放多少隻辣椒 準備一鍋熱水,那鍋熱水要滾起 我們切了辣椒之後,就把那些奶尿蝦放在滾水中 灑一分鐘,隔水就可以了 它自然冷凍之後,我們把它放入粥魯和辣椒 蓋在一起 醃它一天,其實可以半天都可以的 如果很趕的時候 醃它一天,我現在醃它一天就放在冰箱 第二天拿出來吃就可以了 粥魯在哪裡買呢? 粥魯在雜貨店就可以賣了 有附餘的地方就一定有粥魯的 不知道為什麼 粥魯海鮮通常人們可以醃成一個星期 兩個星期都沒有所謂 因為存期都比較長 那下次我們再做其他粥魯海鮮吧 記得按讚、分享、訂閱我的頻道 按鈴鐺 追蹤我的IG、Facebook 再見,拜拜!